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市中心的一个居民区里生活着上层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个区的舒曼大街55号生活着一家人 父亲泽维尔·迪鹏·里格奈斯·伯爵是商人 母亲安妮斯在一家天主教学校工作 家里有四个孩子 老大阿瑟20岁 在一个私立天主教大学读书 老二托马斯18岁 热爱音乐 老三安妮16岁 女孩 老四伯努瓦13岁 和姐姐安妮在同一个学校 这一家人不管男女都长得很好看 这家的男主人泽维尔曾生活在凡尔赛 凡尔赛这个城市有众多的宫殿 被称为太阳王的城市 现在依然有许多法国贵族天主教家庭生活在那里 泽维尔就来自这样的家庭 他的家族非常有威望 曾在法国中心拥有自己的城堡 还曾拥有自己的火枪手部队 八十年代初 泽维尔认识了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安妮斯 两个人坠入爱河 但泽维尔这个人渴望冒险 后来就与安妮斯分手 独自闯荡去了 一年后 泽维尔游历归来 发现安妮斯怀了别人的孩子 这时候 泽维尔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向安妮斯求婚 并让安妮斯生下这个孩子 由他们来养 这个孩子就是阿瑟 泽维尔让他承袭自己的贵族姓氏 在当时那个年代 凡尔赛这些传统的贵族家庭 很少会有人娶怀了别人孩子的女孩 但泽维尔这样做了 后来他们搬到了南特这个城市 住在舒曼大街55号 这一家人过着体面的生活 父亲彬彬有礼 母亲信仰虔诚 孩子们都上私立学校 一家人会在周末一起去教堂做弥撒 泽维尔一家有个女邻居 住在这条街的61号 这个女邻居偶尔会为泽维尔一家做些灵活 比如给孩子们改改衣服 给男主人运运衬衫 2011年4月11日的下午 女邻居发现 泽维尔家房子的百叶窗是关上的 她很奇怪 因为她知道 他们家的百叶窗是从来不放下来的 而且她有好几天都没有见到这家人了 她走进前一看 泽维尔家的前门上还贴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 不要把信件留在这里 请退回给发现人 谢谢 接下来两天 百叶窗还是没有人打开 女邻居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报警 4月13日 民事警察来了 由于前门上锁 无人应门 警察叫来了锁将 撬开了门 进去检查了一番 警察发现一切正常 除了一些橱柜的门开着 一些床单被撤掉了之外 一切都很正常 不过人们发现 这家人的一辆雪铁龙汽车不见了 这很奇怪 因为若是出游 这辆车根本坐不下一家六口人 和两条宠物狗 4月14日 泽维尔夫妇的亲属和一些朋友 收到了这家人寄来的信件 泽维尔说自己被美国雇佣 潜入了一个贩毒圈 现在 他们已经被送去美国保护了起来 所以接下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与大家联系 4月15日 警察又回到房子 这次警察注意到墙上镜框里的照片都不见了 18日 警方第三次搜索这桩房子 19日 警方第四次搜索这桩房子 20日 警方第五次搜索这桩房子 21日 警方第六次搜索 这一次在房子后面的露台下 警察发现了两个金属的狗屎盆 警察在检视狗屎盆的时候 发现地面有些不同寻常 他们扶去地面的土 发现了一块板子 他们搬开板子 发现了下面有东西 不出所料 警方在板子下面找到了尸体 这些尸体是母亲安妮丝和四个孩子 还有两条宠物犬的尸体 唯独没有男主任泽维尔的尸体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 每个尸体旁边都有一个小圣像 一根小蜡烛和一个十字架 这些让人一看 就感觉是天主教的土丧仪式 警方立刻向国际刑警组织的 所有成员国 发出了对泽维尔的国际通缉令 警方在对尸体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 五具尸体均着睡衣 四个孩子胃里有安眠药成分 安妮丝睡眠时使用的呼吸骤停机器 在凌晨时被拔掉了 每个人头上都中了两枪 是点二二来复枪 但诡异的是 整个房子里查不出一丝血迹 五个人身上也没有血迹 没有指纹 没有DNA 没有任何可以用作起诉的证据 警方还是追寻到了泽维尔后来的一些踪迹 据推测 杀戮发生以后 泽维尔在房子里独自度过了一个星期 然后他驾车离开南特 周五他在一家餐馆吃了饭 用信用卡付了账 晚上他在拉罗切利的一家酒店住下 第二天继续难行 4月14日 他来到阿尔让河畔 罗克布里纳一家酒店住宿 第二天一早 这家酒店外面的摄像头 捕捉到了泽维尔的身影 他背了一个大的袋子 袋子里貌似是他那个莱夫枪 他穿过停车场 最后一眼看向摄像头 似乎在说再见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 向远处山里走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方搜救队和志愿者 在这一地区搜索了几个刑期 一无所获 直到今天 依然没有人知道泽维尔的下落 有关泽维尔的最后归宿 大致有两种猜测 一是他自杀了 尸体没有被发现 因为他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山区 地形复杂 二是他逃顿了 因为他最后被看到的地方 海陆陆路交通都很便利 他的朋友甚至认为 他可能已经逃往拉丁美洲 因为他不但会讲法语 英语 而且会讲西班牙语 那么故事讲到这儿 就基本结束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回答 如果泽维尔就是真凶的话 他为什么要杀死家人 一个最能被人接受的猜测是 他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 虽然这一家人 一直过着体面的生活 但泽维尔在经济上 已经开始入不敷出 2001年到2011年 他的公司出了问题 这时他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泽维尔虽然一直自称是商人 但他似乎从未在这方面成功过 屠杀发生前的三个月 泽维尔的父亲去世了 泽维尔去整理父亲的东西 他可能希望父亲留给自己一些遗产 但他的希望最后落空了 父亲死前已经身无分文 他拿走了父亲留下来的一支点22莱夫枪 泽维尔的好友猜测 泽维尔面临的前景是 他可能无法再给他的孩子们 提供好的物质生活 他也没有能力再继续维持 自己家庭过去的体面生活 若这一切发生 那将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是一种无法承受之辱 于是他只能用这支父亲的莱夫枪 结束了家人的生命 还有人猜测凶手另有其人 泽维尔的一个朋友提供信息说 泽维尔有腰痛症 根本不可能在离露台那么近的下面 弯腰挖埋尸体的坑 事情的真相一定也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 比如情感 比如是否只是单纯厌倦了这种生活 但这些猜测也没什么证据 跟上面的猜测相比会更为残忍 姑且让我们相信 若这个父亲是凶手 他可能只是不想让家人过艰难的生活 记得小时候 每次看到街头的人来人往 我总是感觉到自己很弱 而其他人的生活都气定神仙 坚步可摧 成年之后才懂得 我们在阳光里看到的 在暗处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有些人的生活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可能已经千疮百孔 最后不管来自哪里的遗迹 也许都会使他轰然倒塌 面对生活 我想我们能做的 除了努力和坚强之外 就是祈祷上仓 能赐给我们岁月的平和与静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花时间来收听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好